一言庄思敏5月1日下午现身香港尖沙嘴出席手表品牌活动 当天也是庄思敏的38岁生日 他除了将活动上推出的自己设计的手表当作生日礼物之外 还讲起了自己和手表的故事 对都算了都算了 因为不要对不要对我来说是蛮有意义的 很多人都觉得我没有穷过 但是其实我有啊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签了一个公司 但公司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我就没有工作 所以大概只一年半的时间 我的生活就是靠我把我之前收藏的标买出去 所以就标就是我的救命的东西 谁都知道庄思敏是马来西亚拿度的千金 既然如此当时何必自己撑得那么辛苦 要找爸爸妈妈帮忙才是呀 对对对因为我从第一天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就跟爸爸妈妈说 我就会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 都不会去要他们帮助 另外庄思敏现在仍是单身 他表示事业可以控制 但是爱情要随缘 不过要问自己最想要的生日礼物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早点结婚 我觉得就是应该差不多了时间都 这应该如果有都是最好的 都有啊 但是我虽然跟一般朋友一起去吃饭 就是女的 全都是女的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开心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